少爷 三年试炼期已满 您在海城这个小地方 竟然把宾威的天兴集团 经营城顶级集团了 老爷特意让我来通知你 正式通过方家考核 可以回家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少爷 老爷这也是为了 磨练您这个继承人呢 还记得我刚来海城时 我老婆施宇 不嫌弃我是个穷小子 现在我终于可以告诉他 我的真实身份了 我可听说 那唐家视您为罪婿 唐家是瞧不上我 不过施宇他 只是脾气有点不好 他还是爱我呢 我得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少爷有什么事情 通知我 施宇 我回来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 孙颖 你怎么在这 我老婆呢 你说我的好闺蜜施宇呀 她有时出去了 现在这屋子里 就剩下你我二人了 孙颖 你干什么 没干什么呀 我知道你们结婚三年 都不曾同访 没关系 今晚就让我好好满足你吧 孙颖 你是不是疯了 你不是平时还说我是施宇的废物老公吗 你现在怎么这么反常 那是我以前不懂 我现在才知道 这男人穷没关系 体力一定要好 我才发现 施宇错过了这么好的一个男人 请你自助 不然现在就从我家出去 施宇又不在家 你装什么装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老婆 方若云 你竟然背着我偷吃 老婆 我不是 不是什么呀 照片我都拍了 孙颖多少年的闺蜜了 她什么样的人 我能不清楚吗 孙颖 你快快解释解释 刚才怎么了 方若云 你该不会以为 我真的看上你了吧 不是 这什么情况 方若云 孙颖勾没勾引你 我不知道 但是今天我拍到了 你出轨的证据 这就是我的目的 你马上给我滚出唐家 老婆 这是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对我 为什么 你心里不清楚吗 三年前我认为 你是个潜力 给我尾身嫁给你 三年后我们唐家 郁郁壮大 你呢 依旧是一事无成 一无是处 老婆 老婆 你竟然 傻子 别惊讶了 你知道多少人排着队 追我们诗语 你早该跟他离婚 别耽误他了 我们唐家呀 好歹也是名门望子 我这样赶他走 有失颜面 还好我今天排到证据了 你可以名正言顺的回去 老婆 你是骗我的对不对 你不会和我离婚的吧 你放开我 你个废物 碰我我都觉得恶心 孙颖 坐 唐诗语 这三年来 我一直在默默扶持你 扶持唐家 就换来这种结果 扶持 你扶持什么了 就是每天跟我洗手 做羹汤吗 我找个保姆 都比你强百倍 你别说了 赶紧走 唐诗语 你以为你们唐家的 这些投资项目 是凭你三言两语 就能解决的 要不是我一直扶持你 你们唐家能有今天吗 方若云 你做什么了 你这个废物能做什么 唐家取得的成绩都是我工作的能力和我个人的魅力 跟你有什么关系 唐诗语 变得好势力 你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单纯善良的女孩 我能不变吗 我给了你三年机会 谁不想日子越来越好 本来今天 我想给你个好消息 既然你这么说的话 我就没必要再告诉你了 你干嘛去欧室 别把你的东西给慎走了 既然你执意要跟我离婚 这些东西就没必要再留给你了 本来这是我之前想送给你的 现在算了吧 你 你拿整了这么多珠宝 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东西 他连一份重点工作都没有 上哪拿钱买的 信不信随你 我要走了 你别走 这是不是挪业了我们唐家的公款 东西放下 你人滚 这是我自己的东西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 你把东西放下 既然你是这么想我的 那我就都留给你好了 这个 喜欢吗 这个可是架着连城的蓝宝石手镯 那我就听个想 这个 喜欢吗 这可是架着连城的伊丽莎白的蓝宝石项链 我留给你 干什么 你疯了吗 我就是疯了 他一直背后默默扶持你 我就是疯了 他一直背负着坠续的骂名 人辱用三年 你却这么对我 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必要了 你放下 那是我家的东西 他哪买得起 那些肯定都是假货 你怎么知道 他哪有钱买那些东西 这平时生活费不都是你给他的 电话费不都是你给他冲的 他那个特别牛逼的帽子不是你给他买的吗 他哪有钱买 你看他摔在地上一点也不心疼 肯定是假货 别管他了 管他走吧 东西给我 既然都瞧不起我 那就等着让你们看看我的实力 少爷 我听说你要开项目拍卖会 打算将海城所有的项目全部排出 你这是 事与要和我离婚 跟海城没必要再待下去了 明白 我去备车 车就不用了 我想骑我的电瓶车去 在海城三年 从我一贫如洗到现在 只有他一直陪着我不嫌我穷 现在 我只想和这个老朋友告个别 但是 不用说了 我现在只想尽快处理完海城的事情 你下去吧 没想到这个废物啊 他这么硬气啊 他会不会报复我们 他有着贼心呢 也没着贼胆 你说他一个废物 离开唐家呀 只能等死 也是恭喜你啊 终于摆脱这个废物了 我跟你讲 有个大型的拍卖会 会有很多富二代去 正是你调金归序的好时候 我这里有入场卷 你和我一起去吧 行 到时候我一定好好捂死 哎 说你呢 这是你停车的劲儿吗 这是汽车停的地方 知道吗 你讲不讲理 我车就停在这了 我车在这参加拍卖会 有什么问题 哎呦 你还挺说的啊 你骑这车是停这了吗 这是汽车停的地方 知道吗 你看这新干局 你看看这什么地儿 是你骑这电瓶车 能来的吗 你有病是吧 你把我车转了 还在这儿说我 你说多少钱 我赔你 谁喜欢你那抽钱 你必须跟我 你说多少钱 赔你十个都行 吵什么呢 在我们天兴集团的撒野 马飞 哎呦 方总管 好久不见啊 来来来来 小乞丐 教育教育他 谁是小乞丐 他呀 这是我们天兴集团董事长 云顶方家 唯一继承人 我 我给您道歉 刚刚不还很嚣张吗 现在怎么怂了 大人不计小人贡 您看您放过我得了 老风 支票 你告诉我 这车多少钱 也就五十万左右吧 五十万 好 我给你五百万 够你买十辆了吧 拿着给我滚 还不快滚 哎 哎 以后这种没素质的人 就不要让他家卖会了 是 刚刚得到消息 大小姐 已经抵达海城了 我姐 方灵儿 她来干什么 大小姐听说 您要回归方家 特地跑过来接您的 她还说 她还说 唐家竟然让您受辱 她一定不会放过唐家的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跟她无关